有些练到最后,就是反老环童,鹤发童颜,牙齿反生,就是掉了牙幼,重新长出来 然后人越来越小,浓缩的精华 最后成一个小金人,这个链,不管是外边一个小金人,里头又一个,懂行的人可能知道啥意思 原因,大概一米高吧,外面那边 我很欣赏香港的老先生竹鹤亭,搜一下,鲜鹤的鹤,亭子的亭 虽然算不上童颜,鹤发,但是架势这么一做,皮头散发,胡须,白胡子老爷爷 男人怎能无虚啊,等我这块长起来,我也开始了 富在不留虚嘛,等有下一代 这个美然公,这个老先生,他是懂武术,练武术 当然内功也练,然后吃东西都是讲究这个数数嘛 你吃一个豆,三个明明能吃好的 你非要吃不饱吃六个,然后你反而吃坏了 这个法于羊合于数数嘛,这个是很有讲究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懂,就随便吃差不多就好了 活得不要那么精细,尖尖计较 你吃个饭,每顿饭还要拿秤去量几两 现在报道有没有 像这个,有些南方,你看他们吃饭都是论 你要挤两面,挤两饭 北方,你先来一大碗吧 不够两碗 就是,我们说人体本身它是一个主体 所有的医生,药,医院,技术,所有的所有 都是为你服务的,你是主体 不能医生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要找自己身体的感觉,我们再强调一遍 以前讲过 所以说人,这个正气在内,邪不可干 这就是我们修行修炼人讲的 就是什么疫情啊,什么这个,全都不当回事 就没有 你就是,当你有这种气在运转的时候 你有那种自信心 在一方面就是,你真的是 就是,真的能自我疗愈 人体本身就有 那你再加上你主动去这样加持 那说,养生,饮食,起居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然后,就是假如说万一病了呢 也可以这样去挑,那种方式 那你实在严重了,你只能去医院,临时的 着急的,没办法 我曾经发了,我曾经发了,一周发了三四烧 那就是不吃药,就是自己变 那很多东西啊,现在尤其讲究这个药 大人说也要 七成的人,他是被咬死的 有两成,两成的人 那反正生前大多数都是自己好的嘛 你真正一夜要治好的就那么一点点 他只能起一个辅助作用 当这个换了一个季节 换了一年,甚至换了一天 他这个能量,天体他相背相顺的时候 他自己就好了,跟人体自己感应就好 所有这些都是比一还要更好 而且是免费的